早上新闻来关心这台通公司 所信赛的油品 比较人家有自己的名字 也有同意的律师 将这粗稀有个安全 一路的这名字 自己去橄榄油 订点油品当中 和消费者 时间和真减乘也没法接受 现在就这台流的门 进行这最顺和公司 因此他国律师提出个手 要求这台通公司 要备上520万 律师出门比 受了台流 祥顺和公司的委託 扎到相关的文件 来到祥华天和法医 准备要提出个手 要求台通公司 备上520万 希望担对生理上的孙子 也有公司的行商修讯 要求台通来备上 厦门是受这个 厦门是祥顺和公司委托 因为他跟大统长机 购买的这些油品 那因为目前就发生 这个油品参甲的问题 他们是有损害 所以委托我们来提告 那我们今天是提出民事求偿 那我们求偿的部分有三块 第一个是有关这个库存品的部分 金额大概是186万元左右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退货的部分 那退货的部分 因为目前陆陆续续在退货当中 所以我们这一块 我们会等日后再追加 第三块是商与的损失 商与的损失 我们求偿的部分是这个70万人民币 那大概换算一下 大概台币340万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状请求 赔偿的金额是186万加340万 大概是526万元左右 这个部分的求偿 台湾和大陆有很多生理上的翁来 所以现在两岸也有很多生理的求婚 头过的法律来处理方式 但是占对食品安全 有台陆公司用台湾的公司来提出个手 保证是头一天也受到多个注意 两岸的商务纠纷是已经很多了 已经很多了 我们也处理很多两岸的商务纠纷 那其实只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社会事件 所以媒体才会注意 否则两岸的这种诉讼是很多了 已经很多了 对很多了 但是有关这个食品安全 当然这是第一件 食品安全是第一件 对对对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部分呢 这个也到彰化来 是因为大桶长鸡 他公司是在彰化 所以我们在彰化地方法院起诉 求偿 优品安全事件 应变作食品安全问题 台湾公司幼适不适 打过欧心优役来无处保留 让社会者实在是没带来接受 现在整个事件已经有优品问题 远信到辣面也还有绿茶医疗 现在警察受台力穿上 要来要求备上 讨论应该会说的 最深的考试我们万人报道